主料,鸡蛋4个,辅量,牛奶80毫升,植物油40毫升,低筋面粉100克,无铝泡打粉1克,柠檬汁5毫升,白糖60克,奶油500毫升,白糖,食用色素,准备时间,10分钟内,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首先准备两个干净的无油无水的不锈钢盆,将蛋黄和蛋清分别打在两个盆中, 担心要过滤干净,不能有蛋黄在里面,将蛋黄中加入植物油和牛奶,用力拌至水油融合的状态,再筛入底本和泡打粉,切拌成面糊,浓度逆面糊底下的痕迹,不会立刻消失就可以,拌好的蛋黄糊放置备用,面糊不要倒圈搅拌,以碾面粉上镜影响口感和成品效果 另外,如果想要添加什么口味,可以直接在这一步添加在面糊里 比如,柠檬皮屑,隔水融化的巧克力,抹茶粉,可可粉或者果仁等 接下来打蛋白,蛋白中加入柠檬汁,打出途中大炮的状态,开始加入第一次无糖砂糖,打至比较细腻的时候加入第二次糖,一分钟后加第三次糖 之后一直得到干性发泡,也就是打蛋器拉起后,有直立不弯的尖角,这种状态,先把模具准备好 如果不怕粘的就直接用,怕粘的可以铺油之后在模具里抹一层黄油后撒一遍干粉 将模具口朝下,轻轻拍拔,将多余的面粉拍落,打好的蛋白糊取三分之一拌在蛋黄糊里,切拌拌拌的手法 不要打圈,以免消耗,拔云之后再取剩下的二分之一与之拔云 最后蛋黄糊倒入蛋白盆中,完全拔云,最后倒入模具中 轻壳几下震出底部的大气泡,送入烤箱下层,160度50分钟 注意观察,一般十几分钟后,蛋糕表面就开始上海 觉得颜色够了的话,表面加盖西直,出炉后倒扣袋往下上晾凉就可以了 住,烤箱温度和时间,根据自在烤箱设定,我的是24L 空间比较小,温度高了容易乎,所以一直用低温 时间可以延长,烤好的戚风打扣亮亮后脱模 淡奶油加白糖打发,蛋糕铺成两片 中间先铺一层淡奶油后,加蛋糕合拢 可以添加喜欢的水果馅 之后将整个蛋糕涂码打好的奶油后抹平 要先抹上面,上面抹平后再抹侧面会比较好操作 我也没有表花台,找了一个包水饺,用的盖垫儿垫在蛋糕下面 需要的时候转动一下,我也没有抹平刀,用了面包刀,太大了不好使 哈哈,先用表现画出你想要的图案轮廓 将黑巧克力隔水融化,放温后装入表花袋中 用写字花嘴,注意事项,装入表花袋后,先不要让巧克力与表花嘴接触 以免巧克力变硬后堵住花嘴,先把装入花嘴一头的表花袋折起来 巧克力酱装进去后,再稍微冷却一下后使用 用装好的巧克力酱把轮廓画出来 画完一层带巧克力冷却后再画一层,轮廓性要高一些 以方便给图案填充颜色 蛋糕表面的细线条,因为没有那么细的花嘴 除了又不好看 所以,我用牙签将表花袋穿透后使用的,效果特别好 使用色素加入打发的淡奶油中调出合适的颜色 这款用到了粉红色和桃红色 最后又用粉红和桃红调了个浅子色出来 将调好的颜色不规则的挤满蛋糕边缘 然后用白色填充小猫头,桃红色或打红色淡奶油做蝴蝶结 蛋糕下半部分我用了浅子 下半部分表花不太好操作,要仔细一些 最后用了银珠糖装饰 这次买的银珠太小了,放在上面都找不着了 玩火,美美滴,不舍得吃了 烹饪技巧,小切式 1.巧克力融化后,放温才装入表花袋 装入表花袋之前先把鞋子花嘴装上哈 要注意的是,巧克力装入表花袋后 先不要让巧克力与表花嘴接触 以免巧克力变硬后堵住花嘴 先把装入花嘴一头的表花袋折起来 巧克力酱装进去后,再上来冷却一下后使用 2.表花的时候可以把蛋糕放在爱意间的小桌上 搬个小凳子坐下慢慢弄 像画画一样也还蛮好玩的 注意别弄到袖子上买油哈 倒不是怕弄脏的衣服 万一蹭到 刚挤好的花不就被破坏了 哎,这都是经验之谈啊 我都经历过才说的 哈哈,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文TT 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讯